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日本子公司,日本先进半导体制造公司JASM位于日本雄本的首座晶圆厂正式落成。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斋藤健,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董事长刘德因,总裁魏哲嘉,台积电合作伙伴,索尼集团董事长兼CEO基田县一郎,电庄,Denso总裁兼营运长林新支柱等高管,均出席了此次落成启用典礼。 JASM是台积电首度与日本厂商的合资晶圆厂,也是台积电日本首座晶圆厂。 年底量产后,将成为日本最先进的罗技制程晶圆厂。 此前,台积电于2021年11月正式宣布在雄本兴建第一座晶圆厂,随后在2022年4月动工,在24小时部分日夜轮班赶工下,一年零八个月就完成兴建工程,并于2024年2月24日正式揭幕落成,预计2024年底正式量产。 规划产能为每月5.5万片12英寸晶圆,使用22奈米28奈米至12奈米16奈米制程技术。 雄本厂在日本官方与索尼半导体解决方案公司、电装等伙伴大力支持下,总投资86亿美元,日本政府补贴了4760亿日元,在总投资额当中的占比约40%。 台积电雄本厂,目前员工超过1000人,预计年底量产时,员工人数将增至1700人。 对此,台积电董事长刘德因在开幕典礼致辞时表示,非常感谢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在日本政府制定的前瞻投资政策下,使得JASM能成功打造半导体产业环境至关重要。 从首相、经济产业省、九州经济产业到当地社区都无缝地提供了各种关键的协助。 刘德因强调,感谢合作伙伴包括索尼与电装分享了在日本的营运经验。 事实上,索尼也在雄本社厂生产影像感测器,与当地有深厚渊源,因此帮助台积电购置土地,确保水电供应,以及协助获得许可和执照等,在台积雄本厂兴建扮演关键角色。 刘德因还表示,期望接下来丰田加入台积电的新的扩建计划,台积电雄本第二座晶圆厂将为JASM带来更多的动能。 台积电此前于2月6日发布公告称,核准以不超过52.62亿美元的额度增资JASM已在日本雄本兴建第二座晶圆厂,计划于2024年底开始兴建,2027年底开始营运。 同时,丰田汽车公司也将入股其日本子公司JASM助力台积电雄本第二座晶圆厂,而在该轮增资完成后,台积电将持有JASM大约86.5%的股权,索尼、电装和丰田汽车则将分别持有6%,5%和2%的股权。 加上雄本第一座晶圆厂的投资金额,预计总投资金额将超过200亿美元。 而根据此前日本共同社的报道,日本政府将为台积电雄本第二座晶圆厂提供约7300亿日元的补贴。 展望未来,刘德因强调,JASM将秉持台积电对于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ESG的承诺,善用本地采购,进一步打造稳健的半导体供应链,以致力于实施预测半导体制程。 同时也承诺未来将使用100%再生能源,也承诺使用更多的循环水,确保水资源循环再利用。 据了解,为保护地下水源,台积电雄本厂规划超过30种废水分流系统,用水回收率75%以上,还委托业者试抽当地1.2万吨地下水,经自来水公司在周边约20处地点检测地下水位,并没有出现问题。 预计,未来,JASM将在雄本创造超过3400个就业机会,并为雄本带来半导体产业链的群聚效应。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则在台积电雄本晶圆厂开幕致辞时指出,回想1968年第一次造访日本之际,当时担任德州仪器副总裁,负责IC产业,推动了德州仪器与索尼的合资。 而,JASM也是台积电与索尼、电装等日本企业合资的一座晶圆厂。 他也在1985年就注意到,台湾人才和日本人才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也是台积电在日本设厂考量之一。 张忠谋指出,台积电于2019年就受到日本政府邀请,希望台积电能到日本兴建晶圆厂,在过了五年后,非常高兴能够把想法真正落实。 而且,你相信,JASM一定能够进一步提升晶圆制造供应链的任性。 张忠谋还,分享了他在德州仪器副总裁时,首次访问日本的一个小插曲。 当他在日本旗域县建立德州仪器的纠谷工厂时,索尼集团的创办人圣田昭夫告诉他,日本工厂的高粮品率会让他大吃一惊,他是对的。 张忠谋进一步指出,他也期待着JASM的成果。 他将有助于加强日本和世界半导体供应的弹性。 他相信,这将是日本半导体制造业复兴的开始。 在至此当中,张忠谋表示,未来半导体一定会有更多需求,目前大规模的晶圆制造能量都已经就位。 在未来几年,通过人工智慧协助,一定能看到大量生产数百万片晶圆的产能。 张忠谋还提到,近期其与人工智慧、AI相关人士讨论了,晶圆制造产能需求是又精又习,不只是几万、几十万片晶圆的产能,而是需要更多晶圆厂,三座、五座、甚至是十座晶圆厂。 他说,尽管不完全相信该说法,但在几十万片产能或者十座晶圆厂取中兼职,应该可以找到答案。 而张忠谋虽然并未指出该AI相关人士是谁,但是外界猜测很可能是OpenAI执行长Sam Altman。 近段时间,关于Sam Altman计划筹资7兆美元建晶圆厂,生产自演人工智慧晶片的传闻,引发了业绩的热议。 虽然,近日Sam Altman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筹资7兆美元的传闻是错误的,但是他强调,他认为每个人都低估了AI运算的需求。 至于这些需求得要多少座晶圆厂才能满足,则不太确定。 日本首相安文雄虽未出席此次举行的台积电雄本晶圆厂落成启用典礼,但通过预录影片的方式进行致辞。 影片中,岸田文雄表示,来自国内外参与半导体产业的各家厂商,齐聚雄本县区杨廷,这使得旧数位化及节能减碳方面,半导体都将成为不可或缺的关键科技。 对此,因为发展先进半导体,日本政府将提供史无前例及大胆的协助,支持在境内制造业基础设施发展。 岸田文雄进一步强调,台积电雄本厂将生产先进的罗基半导体,这对于台日两地半导体业以及半导体客户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大步。 因此,非常乐见日本雄本成为台积电全球布局下的重要基地。 作为台积电的合作伙伴,索尼集团董事长兼执行长吉田谢一郎在致辞中透露。 2019年,正值全球汽车晶片大缺货时,他与台积电总裁魏哲嘉以及当时负责欧亚业务,目前为人力资源负责人的何力媒见面商讨采购汽车逻辑晶片之际,魏哲嘉就提出台积电计划到日本设立晶圆厂生产晶片,希望索尼可以给予支持与协助。 这也促成了台积电与索尼更深层的策略联盟合作。 日本自民党半导体战略推进,议员联盟会长甘立明在开幕典礼上也指出,在得知台积电要到日本建晶圆厂时就在想,台积电不会只是想要利用日本便宜的劳力来生产低阶产品吧? 但他深信台积电不会这样做,如果只是涂着低成本,白错低阶产品,这样是不会有未来的。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